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400448頁 這個地方 我們上次在講的時候 出了一點錯誤 那另外一方面是書也有錯 所以我們 這個看一下 這個 448頁 我們 剛才忘記把檔案叫出來 檔案叫一下 我們來看448 好 我們從11集開始看 因為11集的話 各本 答案 錯了 答案是B 但是事實上應該是11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這個假如 投入一單位的勞力 那 可以生產 一瓶酒或者是兩件衣服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 對假來講 一酒 等於二一 一瓶酒等於兩 一單位的酒 等於 這個兩單位的衣服 乙的話呢 是兩單位的酒 等於 三件的衣服 所以從這裡各位可以看到 假的話 一瓶酒兩件衣服 那這個乙的話 變成一瓶酒 等於1.5件衣服 所以很顯然的 對假來講 他 在生產 酒的時候是比較貴的 乙生產酒的話就比較便宜 那在這個情況下 甲 生產酒 比較貴 乙生產酒比較貴 所以 應該是 乙出口酒 然後 假出口衣服 乙 出口酒 假 出口衣服 所以我們來看 他說 甲應該像 乙進口酒跟衣服 那就錯了 甲應該像乙出口 酒跟衣服 這也不對 第三個 C 甲應該從 乙國進口酒 然後出口衣服 到乙 所以 答案是C 這個答案是C 那個客規的答案好像是寫B 所以請各位 我們來改一下 12題的話 就 這個 比較 麻煩一點 上次在 看的時候出問題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 在出這個考題的時候都是說 這個 甲可以生產什麼東西 那幾個單位 那當然都是兩樣 這個時候 這個就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講的是說 成本 成本 比如說 這就提到 假生產一雙鞋子要10單位的勞動 所以生產一件一服需要15單位的勞動 其實這個是成本的概念 就跟我們說生產多少東西 然後什麼東西可以換 另外一種東西 幾單位 那這個是不太一樣 所以上次搞錯的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 成本跟 這個 產量的概念是相反的 我們講 邊際成本地增 那是 邊際產量地減 所以 講成本跟 這個產量其實是相反的觀念 所以 上次 很抱歉這個地方 這個出了錯 所以我們 就 這個 再看一次 好 那 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12級 12級 我們先看這個 比較利益跟上次利益的概念 所以假生產鞋子10單位 生產一服15單位 要 這個15單位勞動 乙的話呢 生產皮鞋要8單位的勞動 那生產一服的話11單位的勞動 所以很明顯的各位可以看到 乙的生產效率比較高 因為 生產鞋子的話 假要10單位的勞動 乙只要8單位 那一服的話呢 假要15單位的勞動 這個乙只要11單位 所以 是在 皮鞋跟 這個衣服上面都有 絕對利益 所以 這裡沒有這個選項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看說 這個 比較利益 我們看到這個假 假生產的話是 鞋子10單位的勞動 或者是一服15單位的勞動 那簡單的講就是衣服 對假來講衣服可以換到 1.5雙鞋子 對假 假的話 一單位的衣服 可以換到 1.5單位的 鞋子 這是對假來講 那乙的話呢 乙的話是 這個一雙鞋子 8單位的勞動 或者是一件衣服 這個11單位的勞動 那 也就是說 這個 一單位的 衣服 對以來講 一單位的衣服 會等於多少 8分之11單位的 鞋子 那這個8分之11我們看一下 818 30 8 324 67 5 1.375 所以從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對 假來講 這個 生產衣服是比較貴的 因為 假生產 一單位的衣服需要 犧牲1.5單位的鞋子 那乙的話呢 生產一單位的 衣服呢 要 犧牲 這個 1.375的鞋子 也就是說 對乙來講 對乙來講 其實生產衣服比較有利 所以乙 在生產衣服上面 是有比較利益 那乙生產衣服有比較利益 假生產皮鞋就會有 比較利益 所以看第12題 A他說 這個假生產 衣服跟鞋子都有比較利益這個是錯的但是如果講以生產 衣服跟鞋子都有絕對利益這個就對 那 依照 比較利益法則 兩國不會產生 貿易行為這個是錯的 那 C說 有生產 皮鞋的比較利益 其實這是不對的 應該是 假 假 那所以 假生產皮鞋有比較利益 以生產 皮鞋 衣服呢 有比較利益 所以12題答案應該是D 12題答案是D 我們來看13題 13題是 類似的概念 因為他講的也是成本 他講也是成本 所以我們看 假設 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 假生產一單位的小麥要一單位的勞動 那一單位的稻米也是一單位的勞動 那 比 B呢 生產一單位的小麥要三單位的勞動 那 生產一單位的稻米要六單位的勞動 所以很明顯的各位可以看到 A的話是有 絕對利益 生產小麥跟稻米呢 都有絕對利益 那現在就要看 這個 這個相對利益的部分 那相對利益的部分我們一起來做一下 所以在A B 我們現在要改成A B A的話呢 是一單位的稻米 等於一單位的賣 B的話呢 因為他是 這個 生產賣的話三單位的勞動 那生產稻的話要六單位的勞動 也就是說一單位的稻 對 B來講一單位的稻可以 換到兩單位的賣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各位可以了解是 A 在生產稻的話呢 是有 比較利益 因為 他的稻呢 只要一單位的賣 但是 B的話呢 要有兩單位的賣 所以我們要看 B 生產小麥有絕對利益這是錯啊 因為他成本是比A高 第二個 B國生產小麥 有比較利益 這個就對了 因為 A 生產稻 有比較利益 那B呢 就變成生產賣 有比較利益 所以 第13題的答案是B 好 14題 14題就是我們平常常常在用的看法 就是 從可以換多少單位東西的角度看 前面13跟14是講成本的概念 他生產 要多少單位的勞動 好我們來看小王 這個可以生產20個麵包或5個Pizza 那小花呢是545個麵包或3個Pizza 我們來看 變成小王跟小花 所以王 跟花 小王的話呢是 20個麵包或5個Pizza 所以 其實就是 4個麵包 等於一個 Pizza 那 這個寫中文太累了 然後他是小花的話45個麵包 所以是5個bread 然後 然後 等於一個Pizza 那這裡就很明顯可以看到 因為 小王在生產一個Pizza的時候要犧牲的麵包是4個 那小花的話生產一個Pizza犧牲的麵包是5個 所以 小王是有生產 這個Pizza的比較利益 來我們看 這個答案A他說小王是生產麵包比較利益這就錯了 B的話呢他說小王在生產麵包跟Pizza都有比較利益這就不對 生產C的話 生產C的話 小花在生產麵包比較利益 小王在生產Pizza有比較利益 所以答案是C 答案是C 好我們來看這個事物題 他說下面哪一個不是 發生國際貿易的原因 專業分工是 彰顯國家的主權這個就不一定 那資源分配不均 也是 地理環境的這個差異這也是 所以 15題答案是B 15題答案B 我們來看 23張 23張的話 我們來看到 473頁 473頁 我們來看473 好第一題 他說下面哪個會列入 國際收支表裡面 資本帳資本帳就是錢的往來嗎 錢的往來 那所以 這個 第二個答案 這個 專利權的買賣 那當然有時候有些說 他還會在分 金融帳 這個就 比較麻煩因為 我不太喜歡那種 這個 分法 所以anyway 那照理說 這些 跟錢有關的 其實都算 這個 我們既然沒有那樣子的分 所以這個就 不太管他了 但第二題 他說在浮動匯率的這個制度下 資本可以自由流動 所以 他說 他說 貨幣政策會比財政政策的效果小 這個就問題 B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效果一樣大 第三 他說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的效果大 因為 錢可以自由流動 當然 他的 這個 這個在市場上的影響就會稍微大一點 那所以 我們答案選 C 那因為如果 這個 我們 比如說採取 固定利率 或者是說 有資本管制 那相對來講 因為錢的流動就不會 那麼自由 那當然 這個 貨幣政策在 在 整個效果上就會受到限制 好我們看第三個 兩國的 通貨 膨脹率不相等 會自動調整以維持固定的 這個貿易條件 那這個是在講 這個購買率評價說 因為 每個地方的通貨膨脹率如果不一樣 那假設市場可以自由的調整 那當然就會讓 這個匯率 自動達到這個 他 應該有的水準 因為 這個通貨膨脹的錢當然就變得不值錢 自然就會有 這個不同的影響 那當然如果匯率 不是自由的這個就會 造成失衡 好我們看第四體 好他說外匯市場裡面 台幣對美元升值其實就是台幣升值 那台幣升值對台灣的出口的話就不利 進口的話呢 就有利 因為 台灣 報價到美國的東西 就會因此變貴 算成美金就變貴 那當然進口商因為 同樣的台幣可以換到更多美金就可以換到更多的國外的財貨 那進口就會有利 所以第四題答案是第 第四個 第五題 如果外山公司在 集中市場大量賣出股票 然後把台幣 這個換成美金匯出 那這時候就變成對美金的需求增加 美金的價位上升 美金的價位上升是美金升值 那台幣就是貶值 第五題答案是 B 第五題答案是B 好第六題 他說根據購買率評價說 下面哪一個是正確的 他說一國的幣值跟他的 這個 通貨膨脹率乘反比 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率越高 他的價值會降低 所以答案A 是對的 那第二題他說一國 幣值跟通貨膨脹率乘正比 這個就 相反了 那第 他說一國的幣值 跟他的利率乘反比 那這個其實是講到的 相對 這個相對 這個PVP 相對的購買率評價說 那這個部分 這個 其實應該是乘正相關了 好 那第一的話他說 預期幣值跟國內的利率 會乘正比 那 這個不太清楚他這裡是不是有提到 這個相對購買力 因為如果是 這個購買率評價說的話其實沒有牽涉到利率的這個問題 所以 這個 26題 答案是A 答案是A 第七 下面哪是哪一個是屬於外匯的需求 外匯需求就是 你要去買外匯嘛 那所以進口商 他要買東西 那當然要用 這個美金或者是其他的貨幣來支付 所以答案是A 那外國人到本國來 旅遊 留學洽工他其實是會提供美金或者是其他的貨幣 來換台幣 所以 B是 B是這個供給 那外國償還本國的債務當然 他也是要買本國的貨幣 然後用 這個他的貨幣來換本國的貨幣 所以這也是供給 中央銀行在市場上賣外匯當然就是外匯供給 所以 Anyway第七題 答案是A 那 這個第六 第八題 他說 美金跟新台幣的兌換比例是1比32 變成這個1比36 那 問 台幣的這個 匯率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 1比32變1比36 所以 本來是 32分之1 減掉36分之1 然後再處理32分之1 那這裡的話呢就變成 32分之1 1這裡是32 乘以36 然後是 這個36 減32 那32這個消掉對不對 所以變成36分之4 等於9分之1 所以 我們知道 這個 台幣能夠換到的美金變少了 所以這是台幣貶值 那貶值多少呢 貶值11.1 11.1 所以答案是第四個 好 我們看第九題 他說 下列哪一個 國際投資行為是屬於直接投資 那 直接投資的話 就是在國外經營企業 這個買股票這個大概都 不算 所以 C 190也是C 那 B是買國庫券 這個 某個程度上也可以 但是 我們通常講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這個 C會是 比較好的選項 下列哪個不屬於金長賬 金長賬的話就是 這個 東西 或者是 這個 勞務的進出 所以 A 這個進出口貿易這個是金長賬 那 B的話呢 就匯款给这个小孩缴学费 那这个国外求学这个东西就算做劳务 这个算劳务所以是买美国的教育 所以A的话是商品东西 B的话是劳务 C是国外本国人去买国外的房地产 这个是钱的进出 这个其实就是资本账 第一的话是说到国外设厂的有赚钱 这个当然就算是生产的东西出来 这应该是叫做国外的投资的 本国在国外的所得 本国在国外的所得 所以答案是C 第4例C 11例 其他条件不变之下 我国货币贬值所产生的效果 那我国贬值的话就是有利于出口 有利于出口 但是这里只有11例只有两个答案 A B 那这个A显然就错了 因为A跟B就都不对 这个题目怪了 因为他第一个只有两个选项 应该 这个要有四个选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他说 这个 本国人出国的费用会降低 因为如果我们货币贬值的话 因为出国玩要用美金嘛 假设 那这个的话 当然费用会变高 那进口的东西 进口的东西在本国 因为贬值 所以11题这个没答案 因为他C跟D也没有 所以11题各位注意 没答案 好12题 远期外汇的存在是因为 他说 投机 倾销套汇避险 当然 这个 哦 他说不是啦 我再觉得怪 这个sorry 题目没有看清楚 他说远期外汇 所以市场存在的原因主要不是哪一个 那 这个讲倾销就有点怪 那 外汇市场 基本上就跟 这个股票市场一样 有人投机 当然就有人投资 那当然就有人要找套利空间 对不对 当然有的厂商就是避险 所以 A跟C跟D 都是合理的选项 都是外汇市场 远期外汇市场存在的原因之一 那 倾销的话就不是 那 13题 13题 这个 其实还 不会太难了 因为他说 这个 1块钱美金可以换到 34块钱台币 那 1块钱 美金也可以换到 100元 这个 日元 那 所以 1块钱美金 sorry 1块钱台币可以换到 多少台币 所以就是 转换一下 所以 看到 这个 答案是 A2.94 A2.94 好 14题 所以 13题 不是太难 14题 假设 泰铢 更新台币 都是 都不是 这个 国际间可兑换货币 所以 你要去 泰国买 400万 泰铢的 特产 你知道 美金兑换 台币的 匯率是1比30 兑换 泰铢的 比例是1比40 那所以 就看吧 1块钱的 泰铢 所以 事实上 400万 的 这个 泰铢 就相当于 300万 的台币 因为是3比4 所以 換上台币 所以 11题 答案 B 所以也不是太困难 好 15题 如果 考虑 汇率 风险 下面哪个是正确的 他说 利率 上升的国家 外汇 供给 会增加 本国货币升值 因为 这个时候 本国的利率上升 那其他的国家 可能要 找到 比较高的 这个投资报酬率 所以就会 汇钱到 这个 当然 想其他条件不变 所以答案 A 第二题 第二个答案 他说 相对利率上升 外汇供给前场 那当然这就错了 那相对利率下跌 外汇供给 增加 这也错 因为利率下跌 当然 投资报酬率 变小了 很多钱 是会流出的 那 第四个 相对 这个利率下跌 那 外汇供给 减少 本国货币 贬值 所以 这个 这也是对的 哦 所以 就变成 15题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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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15题 D也可以 因为你看 A A跟D正好是相反 所以 所以 anyway 这个 15题 是A跟D 都可以 好 16题 这个政府要推动 观光客 倍增的这个计划 其他条件不变之下 外汇市场怎么改变 会比较好 当然就是台币贬值 所以16题 B 因为台币贬值 这个外国的货币可以换到更多的台币 那当然对观光客来台湾 影响就会变大 好17题 考虑 台币跟 这个美元外汇市场的这个均衡汇率 哪一个会让台币升值 我们来看 哪一个会让台币升值 所以 台湾到美国的 留学生变多 那这个时候 需求的美金就会变多 需求的美金会变多 那所以美金的价格会上升 台币会贬值 B 这个是外资 涌入台湾的股市 这个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外资汇钱进来 那美金的供给增加 美金的供给增加 美金价格会下跌 所以台币会升值 答案是第二个 第三个他说 这个台湾增加美国的进口 那当然是要多买美金 才能够 这个 多进口美国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台币其实是会贬值的 那第四个到台湾的 美国观光客变少了 那这个当然 那这个当然 就会让 这个美金的供给减少 所以台币其实是会贬值的 好我们来看 18题 18题这里说 国际的这个外汇市场 本来这个汇率是1块钱美金 兑换115日币 1块钱美金换115日币 那再后来怎么变 这个叙迹 这个叙迹是正确 那我们看 A他说 这个 12等于120的时候 是代表日元升值 这个代表 要用更多日元才能够换到美金 所以其实日元贬值 那 B的话呢 是 能够换 美金能够换到的日币变少了 其实是美元贬值 所以AB都错 3 他说其他条件不变 美国的 对美金的需求增加 有利于 美国的出口 也对美金的需求增加 美金价位会上升 那 所以 对日本来讲 这个美国的东西会变贵 所以C也不对 那 D的话 他说 这个美元供给增加 这个 日元会升值 这个是对的 所以答案 18题是第4个 好第19题 那说哪一项会影响 会产生外汇需求 所以如果外国的工 这个歌星来台湾扮演上会 当然要付他薪水 当然要付外国的钱 所以 这个需求 那 B的话 国外的 借来台湾投资 当然会提供 外汇 用外汇来换 换台币 所以 这是供给 C 这个观光客 被增计划 来增加 来增加这个 国外的观光客 那国外的观光客 会拿更多的 外汇 来换台币 所以这是外汇的供给 第四个 外国对国内建材的需求 那当然 要买台湾的东西 也要提供外汇 所以答案是A G191答案A 好 我们 这个接下来的章节 快要结束了 这个 剩下最后一个章节的习题 我们看 24张 24张 这个是在 500页 我们来看500页 好 第一题 他说哪个不是 这个经济成长的动力 那个经济成长的动力 当然资本累积 这是 重要的 然后劳动力的增加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担心 这个人口 出生率越来越少 对不对 那人口的增加率变少 当然劳动力就没了 所以AB都对 那C的话 技术进步也对 那股市上涨 是不是 经济成长的动力 这个就 有一点争议 因为 如果股市上涨的话 当然代表 整个经济都很兴盛 所以 投资 有可能 会因此而增加 但是我们如果 从这个 索罗蒙星来看的话 第一 就不是那么好的选项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下面哪一个会增加 厂商的这个投资意愿 A是讲利率上升 这个当然就错 那所得水平降低 买的东西少 那A的话 利率上升 投资跟消费都会减少 那设备利用力 C 设备利用力降低 那当然 代表生意不好 景气不好 那技术创新 当然就要多 花钱来买新的技术 新的 这个 商品 好 好 我们来看三 失业率是景气动向的哪一个指标 那这里就 整个经济受到影响之后 要等到 这个解雇劳工 通常是比较后面的事情 所以他是落后指标 那某个程度上因为 要把劳工解雇掉 还要付这个 还要付那个叫做 之前费 所以 通常要之前劳工的时候 通常会比较晚 那熊彼得讲的这个东西 其实 我们也没看他的书 所以 Anyway 那 熊彼得其实是比较晚期的人 那所以 他跟 这个亚当世民比起来 是 当然是比较晚 所以 他是哪个不正确A错 那熊彼得强调创新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大概简单的这样子看 因为 我们其实也没有介绍熊彼得的什么东西 我们看第五题 他说哪个不是景气循环 实质景气循环主张的干扰 景气波动的因素 说实话 在讲这个实质景气循环的时候 我在读博士 那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点 其实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搞不清楚 所以第五题我们看就算了 这个 而且现在还在谈实质景气循环的人实在是不多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六题 他说哪一个是促建一国经济成长的决定因素 那当然你要看是谁 如果是Douglas Snow的话就是制度 制度 那所以这个C的话呢 他说健全国家政治法制制度 跟这个经贸 经贸发展环境 所以C的话就是Douglas的主张 那当然这个A 所以福利制度重不重要也重要 然后物价的这个通货膨胀率重不重要也重要 那全民健保当然他的关系也有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讲到 我们上个其实谈过了 其实制度是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 A B跟D也都有关系 但是C的话会比较重要 好我们看第七 他说这个饮料业跟冷冻业 经常会发生什么波动 那饮料的话冬天 喝的就少 夏天就多 冷冻的话 冬天的时候可能需求也没那么大 所以大概这个是有季节变动 7 第七的C季节变动 第八题 政府在景气 低迷的时候 哪个是正确的经济政策 景气低迷当然就要 这个多投资 多想办法让这个钱可以流动 那所以第八题 A降低租税 那大家可以多留一些钱在身边花 那B当然就错了 这公共投资减少 那调高重贴限率 这个也不对 因为 调高重贴限率 投资跟 这个消费就会减少 那卖 中央银行在市场上卖 国库券卖债券 那债券出去前进来 当然就会让货币供给减少 所以 这个正确的是A 第八题 A 第九题 当经济面临过度景气 那逐步迈向高峰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各位小童 景气慢慢的变好 那这个时候 照理说要 避免景气过热 避免景气过热 所以 开始就要用紧缩的政策 那A的话是扩张政策 B的话呢 增加货币供给提高利率水准 这个是 一个扩张一个减缩 所以 这个是有点怪 那真的要做减缩的话 是 A 不好意思 这两个C 其实答案应该是D 那 所以减少货币供给 提高利率水准 所以答案是D 第九题答案D 第十题 因为这里又提到 这个十字景气循环 这个就 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 答案是C 它说 生产技术进步会引起所得增加 产生好的循环 所以 anyway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十字景气循环的这个理论 其实 现在谈的人真的不太多 那因为它对 这个景气循环的这种解释 好像也没有太大作用 所以 这个就不管它 第十题不管它 十一题 成章理论 我们并没有做这个介绍 所以这也不管 十一题就不管它 十二题 它说 索楼模型哪一个是内生变数 这个 说实在话 书的介绍也不多 那 这个十二题 它说有一个叫做资本劳动笔 在我的想法里面是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有点怪 所以十二题也不管它 十三题 它说 警戒循环哪个正确的 那 正确的答案是 B 它说 十三题B 它说 警戒循环是 非定期而周而复时的波动 所以这个解释是 有点怪 那其实讲的就是 它的这个 波动 所谓的非定期 其实讲说 简单讲就是 每一个 通过 每一个 警戒循环的 这一个 过程 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没有两个 警戒循环是一样的 没有两个警戒循环是一样的 没有两个警戒循环是一样的 第 二个选项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警戒循环我们有提过 有一个是 这个 有一个是 政治循环 有一个讲的是政治循环 那答案A 它说这个 警戒循环的讯号 是由谁发布的 不好意思 连这个我也是搞不清楚 不过这里 书上写的是 金建会 金建会做了这个东西 所以不是经济部 那讲到金建会 这个也是 一个跌窗架屋的机构 因为景气 特别不好 所以 行政院就成立一个机关 想要解决这个景气不好的问题 然后 就弄了一个叫做金建会 结果金建会就变成一个常设机构 那其实有经济部就够了 所以13题的答案是B 那这个景气对号是金建会在做的 14题 有关经济环境的这个叙述 哪一个是正确的 他说 这个就业率所得等经济指标 跟这个景气变动方向一次 这是对的 那 答案A 那他说 第二个选项 他说 失业率跟物价 成长率通常会成正比 这个是错的 这个stackflation 才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通常会是 负的 那当然 菲律普曲线 他讲了两种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长期 一个短期 那这个失业率 加上通货膨胀率是 较痛苦指数 这个是对的 但是前面那个部分错 充分就业失职 每一个社会中 所有人都有工作 这不对 是该有工作的人 有工作 还是有人会有 这个失业 比如说他在转换工作等等 所以 一个叫做结构性的 这个失业 一个叫做摩擦性的失业 这是在充分就业之下 还是会有失业 那 景气在衰退的这个状况 企业会减少生产 以致存货会减少 那 这个某个程度上是 是对的 但是 这个 在衰退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需求减少 需求减少 所以 讲的是这一个 15题 那但是如果各位真的想选 其实第四个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好 15题 他说经济活动的规律 性又叫做景气循环 大致上可以区分为 繁荣衰退 蕭条 复苏 那其实有的情况会不太一样 有的会比如说讲 风顶 衰退 谷底 然后 这个成长 所以 这个每一个地方的划分都不一样 好 Anyway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 把洗涤都看完了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节课继续 下期 recom 下期见 下期白 下期字幕 因为 bem 感谢观看